躺赚的机会真的是来了 最佳的时间就是在本周三 这一天相当于11天 而且是没有风险的 可以舒舒服服的赚点零花钱 怎么操作呢 这不马上就中秋加国庆了吧 按照安排 A5会从9月29号开始修饰到10月8号 整整修11天呢 在这期间大家不用担心股票亏钱了 而且你稍微用点心的话 就可以赚点零花钱 具体的办法就是搞点逆回购 这个上的也算是股民的一点小福利了 什么是逆回购呢 就是把你的闲钱按照一定的利率 一定的期限借出去 别人呢以债券当作抵押品 到期之后呢给你付利息 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你得要有个证券账户 打开你的证券公司的APP 在交易栏目下面呢 找到国债你回购 再点进去就有提示操作了 各种期限的收益率都给你列出来了 登录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具体的期限了 从一天到半年的都有 那具体怎么选呢 其实从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收益率综合考虑的话 你可以在周三这一天 选择一天期或者是两天期的品种 因为长假的关系 虽然你选的是一天两天的品种啊 但他们分别会给你计算 11天和12天的利息 一天期的话 这笔钱在10月9号开盘当天就可以用了 两天期的话呢 是10月10号可以用 也不耽误你买股票 同时呢上海和深圳都可以选 都是1000块起 整数倍递增 所以呢账户里面如果正好有闲钱 就完全可以操作一下 假如你有10万块的话 按照目前的收益率 假期里大概可以有100多块钱的收益 虽然说不多啊 但这个钱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加个鸡腿不香吗 另外要注意就是 最好的操作窗口就是明天 也就是周三 而且得在下午的三点半之前完成操作 否则呢就享受不到 国庆长假期间的利息 其实呢每一次临近月末 寂寞年末 这个国债运回购的收益都会走高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机构需要屏障 资金需求比较大 像今年的3月31号当天 最高的年华收益率到了接近9% 这个收益比银行一年期的定期 都要高好几倍呢 超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理财产品 而且绝对没有爆雷的风险 像途中这一根根高高的柱子 都是月底的时候走出来的 那这两天收益也开始涨了 像一年期的年华收益率 最高是达到了4.9%左右 当然了最疯狂的还是 2014年的8月份 那个时候两天期的品种 曾经年华收益到过97% 不过那个时候是钱荒嘛 就有很多机构缺钱 他们是不计代价的要钱 按照这种价格 1万块钱一天的利息 就接近30块了 当然了 现在市场利率在下行 所以像那样的好日子 估计是再也不会有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比起股票亏钱 还有低的可怜的银行收益率 这种羊毛 不好白不好嘛 百亿毒地案还在不断的发酵 这两天上海国资旗下的 上市公司陆家嘴发公告 说自己呢 买到了毒土地 正在起诉 要索赔100多亿的巨款 这个事把市场都给惊呆了 然后这两天的事件不断的发酵 还有很多记者跑到现场去走访 就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挖了出来 怎么回事呢 2014年 苏刚集团响应环保号召 关掉了自家的交化厂 结果过了两年 这个交化厂所在的工业用地 就被改成了住宅商业和教育用地了 上市交易 总共有17个地块 那个时候的楼市相当的火爆 谁能拿到地 谁就可以赚到钱 于是A股上市公司陆家嘴 最终就花了接近三倍的价格 以85亿的总价拿下了这些土地 在挂牌之前 苏刚集团是有披露过土地的污染情况的 它出具的是显示为合格的检测报告 报告里大概就说 这17种地里面 可能只有一种地块 还有点小污染 但是估计问题也不大 可能处理起来 也就是花个几千万的事 于是陆家嘴买下来之后 就把那种需要治理的地块 先丢到一边 赶紧在其他的土地上 吭吃吭吃的盖楼 经过去年的开发建设 耗资20多个亿之后 建成了住宅小区 17是2019年12月交付的 业主们都已经入住了 27是2021年的12月交付的 但是因为27里面 引入了一家国际学校 人家学校是按照惯例 自己跑去找第三方机构 做了个环境检测 结果才发现了问题 致癌物竟然严重超标几十倍 因为这个事 陆家嘴当年还被苏州的环保部门 罚了540多万 然后中央环保调查组 也进驻到了苏州 彻查这个事情 最终是经过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检测 认定这17宗地块里面 存在有严重土壤污染问题的 竟然高达14宗 这下子业主们都炸锅了 纷纷维权 退还房子 而陆家嘴也傻眼了 因为土壤污染的治理是最难的 耗时又长 花费又大 更不用说这个项目 它都已经花了20多个亿 部分建成了 现在还能怎么治理呢 于是上百亿的项目 可能就会这么报废了 陆家嘴的市值500亿 年营收100亿 利润几个亿 在地产行业最好过的那几年 年利润也才30多亿 这个上的对他来说 可以说是血亏 于是陆家嘴一气之下 就把卖地的苏刚集团 还有出具环保合格报告的 几家单位全部都给告了 说他们涉嫌 立法违规 弄虚作假 这个事情当中 真是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苏刚集团 自己真的不知道 这个地有问题吗 环保合格报告 那么多的机构 是怎么给出来的 那么多的张 是谁给盖上去的 就算是陆家嘴 工业用地的价格地 开发起来利润高 这个几乎是 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了 很多地产公司 都是靠着开发 工业用地发家的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恒大了 而且工业用地的污染问题 老早就有过报道 作为老牌的地产企业 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呢 明知道这个地块 之前是工业用地 居然都没有多留个心眼 最后这个案件的 原告是上海国企 被告是苏州国企 这场国企之间的 百亿纠纷 结果如何 自会由法院来裁定 咱们也不好多做揣测 但是啊 这个百亿毒地案 都已经足以令人 拍案称奇了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这真的会是 唯一的个案吗 老乡们 炒股亏钱了 真的是可以拿回来的 虽然只是一部分 乐视网退市三年之后 现在又被鞭尸了 法院判决 他得在十天内 赔给股民们二十个亿 其中呢 贾跃亭作为上市公司的 实控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还有几个倒霉大 平安证券和五家会计所 要承担一共13%的连带责任 其中呢 平安要占10% 他得掏两个亿出来 所以呢 之前买过乐视 并且亏了钱的老乡们 赶紧去券商查一查 自己是否符合资格 哪怕就是能拿回亏损的 一部分都好啊 乐视网造假上市的事 大家都知道 小老板当年玩得很啊 坑了散户 坑了机构 坑了明星 还坑了老乡 孙红斌 以及上游的恩多供应商 可以说是把能坑的全坑了 不光给股民造成了巨额的亏损 他自己都是背了一屁股的债 但是呢 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不痒 记不记得有一年的春节 其他的app都在号称 自己能给大家瓜分多少亿 结果乐视网直接把app的图标 改成欠款122亿 这波自嘲直接抢走了所有的风头 后来呢 证监会给他开了2.4亿的罚单 结果乐视网很淡定的说 不管是前122亿还是124.4亿 路要一步一步走 债要一点一点还 最重要的还是员工稳定 员工稳定 公司业务才会稳定 这样才不会给国家和社会添乱 总之就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那这回呢 乐视网被判要赔偿20亿 大概率他也是拿不出来的 因为毕竟今年的半年报 他的流动资金只有5个亿了 不过呢 虽然乐视网没有钱赔 但是保健他上市的平安证券跑不了 这次呢 法院判决平安要连带赔偿10% 得掏两个亿出来 要说呢 平安在保健这个事上 也是屡屡的踩雷 这边保健费收几千万 那边赔偿金要掏几个亿 之前万福申科造假的时候 平安的保健费挣了2500万 结果被罚了7500万 又赔了1.8个亿 总共没了2.5亿 而乐视网造假 平安挣了保健费3600万 但这回不是要赔两个亿了吗 另外呢 之前蒋老板还拿股票做支押 找平安借了4.6个亿 这个也成烂账了 所以呢 前前后后平安光在这个事上 就亏了应该有7个亿了 当然了 只有狠狠的罚 才能让他们涨涨记性 最后啊 再次提醒 买过了首要的投资者 如果符合索赔的资格 最近就盯牢平安证券 和那五家会计所吧 因为估计只有他们才有钱赔 而且赖不掉 具体怎么查呢 打电话给你开货的券商 请他们帮你核实一下 你有没有索赔的资格吧 985211干不过蓝领了吗 三年挣了100多万的外卖小哥 月入26的月扫 还有月入5万的美逢师傅 日入2000的瓦工 蓝领的高兴 真的是在不断冲击着咱们的认知 干体力活 真的这么挣钱了吗 根据最新的2023 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 蓝领的平均收入是 10年前的2.26倍 最新的平均月薪 6043元 而白领呢 工资是10年前的1.3倍 最新平均月薪是 8388元 那也就是说 其实白领跟蓝领的收入差距 是在迅速收窄的 蓝领跑赢了 劳动者收入整体增长的大盘 而白领的收入是 从2016年之后就滞涨了 那到底哪些蓝领的收入 是最高的呢 月扫 货车司机 还有外卖员排名在前三了 分别是8824元 7641元和6803元 可是呢 根据就业蓝皮书的数据 2022届的本科毕业生 平均月薪只有5990元 实际上按照世界经验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 蓝领收入的增速高于白领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许多的发达国家 蓝领收入确实已经高过白领了 比如说 美国的卡车司机 水电工 都是高薪职业 前段时间 相当于美国顺风的UPS 还跟工会刚刚签署了一份新合同 使得UPS的司机 获得了史诗级的涨薪 年薪从10万美元 一下飙升到了17万美元 也就是折合120万的人币 引得硅谷程序员都快要破防了 而北美水电工 更是高薪的灵活就业之王 在婚恋市场上极为强手 而与发达国家的蓝领相比 我们的蓝领虽然说 薪酬待遇也正在上升 但是人们总是会觉得 干蓝领就是个次优选择 除了不够体面 比较辛苦之外 福利保障体系也还没有跟上 像某大厂 给快递小哥上社保这个事都能上热搜 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个问题应该都会解决 加上AI的出现 未来那些偏重于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作 可能很多反而不容易被淘汰 所以说到底什么就业方向 会更加有前景呢 首先要明确 现在AI确实给很多行业 带来了颠覆式的变化 只有持续的学习 与时俱进 才可能永保职场竞争力 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其实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 收入都是动态变化的 不同行业的收入曲线不一样 大体分成三种类型 不断上升的 相对稳定的 还有逐渐降低的 逐渐上升的职业 比如说像教授医生什么的 刷经验值 越老越值钱 干一年的医生 跟干十年的医生 那肯定有很大的区别 而送外卖 跑一年跟跑十年的比 没准跑一年的 还更加有优势 那相对稳定的职业会有哪些呢 比如说公务员 服务员什么的 虽然呢 也会有增长 但是不多 而会逐渐降低的职业 比如说那些吃青春饭的 像明星 运动员等等 所以说呢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眼光恐怕得放长远一点 要比职业生涯的总收入 稳定性和成长性 最后到底哪些职业 会比较有发展前景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补充自己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询阅 转发展前景